馬來西亞的度假聖地迪晨港 會去到紀念脫離殖民統治的獨立廣場 馬來西亞的土產各式其式 如燕窩、藥油、肉乾 都非常出名 還會去到世界第四高的建築物 雙子塔 隨後便會去到全新購物袍點 Pavilion Mall 走進角色的名店 我們先去到國家皇宮參觀 這裡每天都可以看到首位的換班儀式 梁野菜是由定居星馬的華人後雷所創立 他們將中國風味遊合在當地的菜式之中 做到色香味俱全 馬六甲蝴蝶公園總共有二百多種蝴蝶 當中有不少是稀有品種來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珍禽異壽 我們將會在馬六甲河游船 除了可以欣賞到馬六甲的美景之外 還可以看到這裡的生態環境 紅屋大約在1650年興建 是當時荷蘭殖民統治的官邸 充滿歷史價值 而鄰近的葡萄牙城堡和聖保羅教堂 同樣有著數百年的歷史 是重要的大型古蹟 首先要看的是獅頭魚尾像 獅頭魚是當地民間傳說中一種神秀 自1964年被旅遊局採用為新加坡的象徵 我們不妨在這裡拍照榴槤 隨後我們就會去到牛車水 它是新加坡的唐人街 在1821年逐漸形成 這裡至今還保留了不少傳統建築 五日時間就可以玩轉星脈 我們正在等待你一齊來玩